当我今天有了这个资料 当我今天有了这个资料 所以大家看起来觉得说 这个活跃不查询 我可以其实暂时关掉 可以暂时不要去管这件事 我们针对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表我们可以先定义 这张资料表的一个 姑且我们就把它叫做 订单2020 订单2020 好所以来请快速点两下 这个工作表 请直接修改工作表 名称叫做订单 订单2020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订单内容 这里面订单内容就是199 对不起2017年到2020年 记得当你打完订单2020按一下 Intel告诉电脑说我执行好了 换电脑来去完成 好那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的是 我已经有这张资料表了吗 那对于这个资料表的基本操作 你还是要会 请问一下 那这边我还是要跟你们分享 大数据分析的观念 我觉得还是跟你们分析一下大数据分析的观念好了 好昨天才帮那个长荣大学的老师们 像过这个大数据分析 所以我想用这一张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好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以前传统我们使用统计方法 好以前你不用去管它 可是我现在要 我们只要大家只要比较清楚了解 左边这一个大数据分析 不管你要做什么分析 其实我们都会希望 拿到越接近母体的数据越好 也就是说我可以收集到 全部全部每一个 罹患脑中风病患的资料 来分析脑中风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 就是说危害 为什么会发生脑中风这件事 这样子的话 当你拥有了全部脑中风病患的资料 我相信这个谜很容易来解决 你看 虽然说它1% 也就是100个人 可能会有一个人发生脑中风 那你要知道就是有99个人不会发生 可是有一个人会发生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试着尽可能来去收集越来越多的病患 好 那你要知道在以前没有电脑帮我们收集资料 我们就靠写写下来 像例如说华陀 他当然会去写他曾经在什么时候医治了什么人 那现在我们有电脑了嘛 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的去收集数据 但是你要知道有电脑也是 像那个我从我现在使用电脑 大概也使用了20多年 30年了 那你想这 这就可是你要知道 真正在收集资料 只有最近最近大家很夯说 我们要赶快收集资料建立大数据 但是在早之前呢 可能就只有气象空气 那个水 这些的资料有被记录下来 好 那所以相对的 相对的 我们现在慢慢的也把这些病患的资料收集起来 所以当这个数据不可能做到整个全部 但是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例如说我们收集 未来50年 每一年的脑中风的病患 那这样的话我们 未来是不是还是可以拥有一个 很接近母体的一个大数据 那有了大数据 你就要开始来去思考 有了大数据 其实我们只能来去分析说 那这个平均年龄 就是罹患脑中风的平均年龄 计算平均数 那就是描述性统计 然后有没有跟年 因为你有拿到很多年的资料 像这1979年到2014年 每一个罹患脑中风病患的资料 哇 这是不是很棒的一个数据 因为它横跨很多年 那我们就会想说 跟年有关系 那是不是就可以透过年的特性 去看它的趋势 例如说脑中风是越来越 年轻人会得 还是脑中风的一个 失能的危险性越来越大 等等 那所以相对的 各位回来这边 所以当你今天拿到那么多 那么多的数据 有多多呢 一万多笔算多吗 其实我觉得一万多笔 对不起 我接一下电源 一万多笔不算多 对吧 但是你能不能再想 那我这里面如果再加了 2021年的资料 我再增加了3000多笔 2022年又再增加3000多笔 依此类推 如果我收集到 未来50年的 那个这些订单资料 我是不是也可以变成一个 大数据 其实大数据是会慢慢慢慢 扩大的 所以你不能只估算说 我现在拥有的数据 你至少要再多成好多倍 好 再来 好 谢谢观看